学折纸艺术动手又动脑 你好我是折纸王子 欢迎收看这个视频 我们来折一款苦力帕 下面我们开始 好首先给大家展示一款折纸作品 折纸安卓机器人 想学更多折纸的话 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账号 你需要用到两张同样大小的正方形纸 我用的纸边长15厘米 还需要用到笔 用来画眼镜和鼻子 首先用其中一张 里面这一面朝上 两个边对折 展开 上下边折向这个折痕 展开 另外两个边对折 展开 上下边折向这个折痕 展开 接下来我们需要翻到另一面 现在这上面是里面 我们翻到另一面 现在是外面 接下来画上眼镜 在这个格 这个小方格 接下来左上角 把这个小方格对角线压一下 折到这个小方格这里 展开 然后这个 这个又数第二个小方格对角线压一下 可以这样压 压出这一格的对角线 展开 然后看 对这个右上角的对角线 把它向后对折 压一下对角线 接下来把从下面第一个折痕念起来 折向上面第二个折痕 压出折痕 展开一下 这折痕 这折痕下面这里 压出 折痕 折痕压到这里 然后这一格也一样 这样旋转一下 可以把这一格捏起来 折向相邻的这个边 压出折痕 折痕压到刚才这个折痕这里展开 然后这个小方格 然后这个直竖线到这个顶点这里 这样斜着压出两道斜线 这一侧也一样 这个指数线的顶点这里 写着压出两道斜线 接下来就是要把它收到一起 上面的部分往后折 左右两侧 左右两侧往后折 好 现在形成这样 然后我们 翻到后面看一下 左右两侧的 这个斜线压压进去 这个脚捏起来 这个脚捏起来 塞进这个指缝里面 我们看一下 这个脚在上面 然后是第二个左侧的脚 然后把这个脚塞进指缝里面 这一步不太好操作 塞进去调整一下 然后看这一侧 沿这个直输线 把它对折 左右两侧 沿这个直输线 把它对折 捏到这个部分 然后上面的部分 往上挤压 敲一下 敲一下 好这样 头部的部分就完成了 接下来用另一张纸 折脚部 首先上下边对折 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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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折痕 然后再次把这个边 折向中间的折痕 两个窄边对折一下 两个窄边对折一下 展开 这边折向刚才的折痕 展开 再次把外侧的边 折向刚才的折痕 展开 另一侧也一样 对侧折向最中间的折痕 展开 再把刚才的边 再把刚才的边 折向刚才的折痕 展开 我们看 左侧 把这个 从左往右属 第二个小格的 对角线 这样压一下 然后把它梳理起来 上面的部分也一样 上面的部分也一样 从左往右属 接着小格 这样对角线 压出来 梳理起来 然后这一侧也一样 把这个部分往后折 让这个边 把这个部分往后折 这一侧也一样 最中间的线 把它对折 修正一下 最后把这个部分 塞进这个纸缝里面 调整一下 这样一款苦力怕就完成了 看了这个视频 你有什么样的疑问和建议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你可以涂一下胶水 把它粘得更结实一点 更多手工DIY视频 包括剪纸 折纸 手工玩具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 微信中搜索公众号 折纸王子就能找到 还可以在这个视频的末尾 扫下二维码 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视频下面的订阅按钮 欢迎订阅 折纸王子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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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